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前世新大學董事會片面刪減 利爆破爆預算上面我們就看見了世新大學董事會 他在包括了董事會的組成以及經費的使用上 他的不民主以及權力過度集中的問題 那我們認為啊世新大學董事會 之所以會有這樣子的任意刪減預算干預校務的結果 是原來自於世新大學董事會啊 包括還有私校董事會長期缺乏公共監理底下所造成的獨裁專制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台灣社會普遍存在一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說私人心學等於私人企業或是說就是等於私人的財產 我想這個觀念是完全錯誤的齁 事實上在我們的私立學校法裡面就規定說 你私人心學是為了健全多元發展提高公共性跟自主性 所以我們才來鼓勵私人心學 也就是說當你私人把財產捐出來要設立一個學校的時候 你這一個學校就變成是大家的是公共的而不是你私人的財產 我覺得教育部他必須要拿出他的公權力來管制我們各個私校董事會 那管制什麼呢我想有兩點 第一個就是董事會他的各個私校董事會的財務人事會議各種資訊都必須要公開 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就是私校董事會必須要納入教職員生以及工會以及公益監察人的參與 我想如果教育部能夠做到這兩點相當程度就能夠減低目前私校董事會濫權的一些現象 就是周成虎在接任市新副董事長即財務規劃小組組委的過程呢 就常常會有不當介入校務的那個狀況 去了解就是市新那時候要求縮減編列立報還有破報補助預算 就是董事周成虎的那個作為 所以我們是想要了解 我們認為就是學校預算該怎麼用 是否增加或減少那個附屬機構的那個預算呢 應該是由校園裡面公開民主的討論 而不是由董事會單方面的做這個決定 然後這個也是就是學校校長還有校務會議 是依據大學法所掌握的那個權責 而不是由董事會來掌握 從校方董事會對破例報的預算的決策干預來看 我們感到非常遺憾 因為董事會逐年提高董事會他自己的預算 卻捨棄了破例報對學生對學校產生的無形文化影響 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明白董事會增加預算 對繳納費來學習的學生受教權益有什麼幫助 我們也不能了解自己的費用被用到哪裡 相對董事會預算增加 反而我們在破例報的存在上看到教學示範 我們從裡面可以學到真正的多元觀點 我們在此要呼籲校方 這次破例報事件它也形成了教學示範 究竟媒體的公共性重不重要 還是學校只為了學校實質收益 無法證明自己預算決策對學習的幫助 對學生學習的幫助 並且不鼓勵媒體與知識公共性的重要 世新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查資料公開的報表看到說 世新有長期投資一千萬資金在兩家公司上面 那雖然說這兩家公司我們不知道說 它到底是無償取得這兩家公司的股票 還是捐贈的 那如果是我們有強去投資這兩家公司 那其實就違背了利益原則 原因在於是說這兩家公司我們發現 都是跟世新的副董事長周常吳有關係 然後又或者即便他是捐贈 我想我們獲得這股票 那我們要問董事長周常吳先生 他捐贈的股票以後 他成為了世新的董事 這個利益交換上的問題 教育部對於這種施放施向 缺乏公共基底 然後本次會全力過度集中在 特定的家族身上 教育部有什麼看法 然後什麼時候能夠對我們一個 對我們的訴求有回應 我們的訴求就有五點 就是包括我們認為啊 教育部盛戰 其實我們的機制叫做公共 公益監裁員的機制 可是你們現在有設一個門檻說 教育部的補助要達到一定的預算 他才會有設公益監裁員 但是我們認為 即現在教育部對於私下的補助 都是緊縮的狀況下 然後又貼打到董事會的監管 導致董事會的亂象 這麼嚴重 是不是應該要去除這個門檻 各國私下都要設立 公益監裁 首先我先說的是 有關私立學校的運作 它的財務等等 基本上它具有它一定的公共性 以及公益性 基本上不可能流入 董事會個人 以及相關營利公司的一個口袋 這個部分我必須先說一個說明的 那第二個部分 剛剛陳同學有說 這個世進大學有投資這個超過一千萬 在這個特定兩間公司的這個部分 我跟各位做個媒體說一個說明 基本上依照私下法的規定 學校進行投資的時候 應該要投資上市櫃的股票 所以說基本上學校不可能 去投資一個未上市櫃的一個公司的一個進行 所以基本上它應該是由無償捐贈給董事會這邊的 那至於說董事的這個成員的部分 依照我們現行私下法的規定 藉情藉滿之前董事會基本上他會加推三分之一 加推三分之一的人選來進行這些投票 那投票基本上它有依照他自己所訂的捐贓的規定 然後有特定的期程 以及董事的身份 如何去成立候選人 需要的捐贓也會規定說 什麼樣的資格可以符合這個董事候選人 來參與這個最後的這個董事的改選 以及確認了最後的名單應該行使的職權 那至於說最後來講這個有一個董事會 當然我們會規範說 董事會基本上你在做為這個董事的行使職權中 你的待遇怎麼規定 那我這邊先做個說明 世紀大學我們這邊所查的資料來講 他在101學年度的預算 大概確實有1000多萬 但他的決算數 決算數大概有700多萬 所以大概並不是像陳同學所講的 大概是成長到三倍 但是那個是預算數 大通費正面花到錢 大概從會計師簽證的資料顯示 大概是96萬 大概是96萬 那董事會我們這邊有規範 如果你是董事有兩種 一個是兼任董事 兼任董事你就是可以領 你就是可以領出席費跟交通費 如果你是專任董事的話 基本上你就領規範的薪資 但是出席這個董事會之後 就不可以再領交通費跟出席費 私立學校的決算、預算 這個包含這個董事會的預算跟決算 基本上他都是屬於財務資訊公開 這個基本上都會在學校網站 都會看得到 現在很多學校就沒有公開 一定有 預算因為這個要經過會計師簽證 我們根本不知道專業決定是誰 這點上面 董事會的人事組成 跟他怎麼領選的過程 我們都不清楚 基本上我們的學校的捐章跟私效法 他會規範這個改選的一個機制 一個改選的機制 所以我剛才講的 有關這個改選的資格的認定 以及成立成董事之後 他的待遇等等 基本上這個學校都會做規定 所以說如果你講財務資訊公開的 基本上都在學校網站都會出現 那至於說第五點的部分 我剛才沒有回應到 這個公益監察員的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是私效法 十九條 如果當然我們這個 我們願意做評估 但是這個我必須說 這個要經過立法院的修法 我們現在針對公益監察員的部分 我們也針對因應十二年國教 要指派公益監察員的部分 我們也送到立法院 把這個門檻 從一億元 因應十二年國教 我們把它降低到五千元 那這個部分 五千萬 五千萬 我們這個已經發了 已經在立法院去做一些調整了 那所以說 這個有些部分 交易部 做了評估之後 但是還要經過立法院去做一個溝通的 我們會去加強溝通 公共監禮董事會 公共監禮董事會 反正董事會 伏定預算 反正董事會 伏定預算 董事會 叫職員 叫職員 職員 走 走 走